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大家好 我現在上次 牛肉炒菜湯 我現在有 牛肉 有薯仔 有紅蘿蔔 有芹菜 蒜頭 中頭 八角 和鮮辣 好啊大家 下這裏我用1500秒水 等一下我也要補一補一下 現在要熬 我們要補一補一下 現在全部材料曬乾淨好 然後可以切一塊的小塊 大塊或者是細塊 如果是牛肉的 issue 大家可以用 那些是吉叶, 或者是姜汁, 或者是姜片 然后这个中头和线头, 我滴下来, 但是没有那么衰的 在这里我用牛油, 待会爆香的牛油和线头和线头 我现在爆香的线头和线头, 看之后, 如果闻到的味道很香, 你可以放牛油 现在, 牛油可以放进去, 我们可以爆一下爆一下, 我们都是比色的那些肉 差不多了, 我们稍后可以放在那里, 煮一些菜罐那些 这些菜罐之后, 可以放葡萄和线头和线头 我现在放进去的牛油, 然后我们用中火, 煮15分钟 15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熄火, 然后烤到20分钟到25分钟 烤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放红楼包和线头和线头 然后, 煮10分钟 然后, 煮10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放芹菜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熄火 熄火之后, 我们可以放盐和胡椒粉 现在牛油煮完之后, 可以上碟 牛油煮完之后, 可以上碟 牛油煮完之后, 现在牛油煮完之后, 可以吃了 如果你们喜欢饭, 也可以这样吃 如果你们喜欢饭, 也可以, 或者这样吃 因为现在电视炒点, 但是冰点, 我们可以放盐和喝这个汤 好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 印尼牛油煮汤, 还有炒菜 也可以, 加味菜也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多谢菜